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托马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家叫做玩友时代的女性像游戏公司 这家公司在1718年的时候和蝶子一样爆火 让整个游戏行业一下子注意到了女性像游戏市场 最巅峰的时候旗下王牌手游一年的流水高达7亿软媚币 玩友时代的游戏为什么爆火 又为什么说它比蝶子还逼客 下面我来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说玩友时代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 但是说西飞转西飞Q转或者宫廷记 观众老爷们可能略有耳闻 为了做今天这期视频 我特地下载了西飞Q转 体验了一把当小主的感觉 西飞Q转的整个剧情 基本照办了雍正王朝的故事 开局皇后因为年飞开会迟到 跟年飞一言不合开始battle 而游戏里的我是个待选的秀女 为了家族的荣耀 为了成为后宫之主 我忍痛惜别青梅竹马 节礼节气的温时初 食荣远进宫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泪洒现场的动画效果 我看了也忍不住泪牛满面 接着我在宫廷里逛街 逛着逛着就能遇到皇上 皇上穿着龙袍 居然还跟我说 你倒是很有眼力 一眼就认出了阵 没把阵错认成小太监什么的 这台词可真是把我惊呆了 总之整体剧情走向 妥妥的甄嬛传 既是感有目有 但是这个西飞Q转的宫斗剧情 真的就沉如大家所见 基本没有什么智商可言 每个章节也很短 一两分钟就能看完 更骚的是 你在游戏里看个剧情 居然还有弹幕功能 玩家一边看剧情 一边发弹幕看弹幕 有了弹幕之后 剧情好像反而变得能看了 然后是它的玩法 只有我就要给大家好好聊聊了 论逼客 碟纸都要喊他爸爸 首先这是一个集换装战斗抽卡等 N个系统于一体的游戏 看这界面178个按钮 你能想到的手游玩法 它全部都塞在这个游戏里了 换装部分就跟闪耀暖暖一样 一次又一次的出新衣服 衣服不用抽 可以直接买 比如这套仲夏夜 两个部件只要218块钱而轻 是不是对比下来 感觉闪暖还算良心呢 除了外观的衣服之外 还有战斗装备 每一件装备都是要强化 强化后再进阶 接着是随从 相当于是抽卡 一次十连是2888元宝 用软妹币直接冲元宝的话 比例是1比10 跟炼雨闪暖冲钻石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一次暴力十连的价格是288元美币 而且你抽出来的随从 需要根据技能搭配阵容 也需要道具来升级 随从还要穿戴装备 随从的装备又都需要强化 进阶镶嵌宝石 简直就是一环扣一环 一层又一层的套娃式客金 只有你不停的客金变强 你在宫里的位分才会逐渐提高 看到这里观众来源们肯定会说 那我就佛系玩家慢慢狗呗 毕竟只要狗的酒 想要的都能有 但是西非Q战的运营 是不会让你舒舒服服的狗下去的 下面我也要向大家隆重介绍 西非Q战最骚功能 没有之一的掌嘴 游戏里官品高的玩家 可以随意掌嘴官品低的玩家 你佛系玩家 好好的玩个游戏 莫名其妙被掌嘴 心里肯定不爽 但是你想打回去就必须位分比对方高 而提高位分 需要靠搭配师之力 依附的分值过关 下面请问218块钱的种下业 你是客还是客 超操作还不止这一个 游戏里还有一个试请功能 每天跟皇帝好感度最高的玩家 可以试请 而这个好感度 是要课金买礼物刷上去的 所以在这个游戏里 每天晚上都有机会围观 同名的课金大佬 跟皇帝做爱做的事 我只能说策划鬼才牛逼牛逼 除此以外还有选美功能 每个服务器每周会进行选美比赛 这个选美比赛 当然不是battle搭配师之力 而是由服务器里的其他玩家投票 选出服务器的最美之人C位出道 投票票自然也是要课金金的啦 皇后贵妃淑妃这非大非的 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位置 想要上去就要课金 另一方面 当玩家到达一定等级后 一定要选择站在东宫皇后这边 还是西宫年妃这边 这就天然的把一个服务器的玩家 分成了两个阵营 毛主席说的好 与人斗其乐无穷 主线剧情的攻斗是幼儿园国家家 不同阵营玩家的battle 才是真攻斗游戏的打开方式 再加上刚刚说的掌嘴 事情选美 游戏里的玩家每天撕逼吵架 上演叠中叠 每逢大型活动全员变成祖安女孩 用课金的方式问候对方势力双亲 而玩友时代就美滋滋的躺着收钱 这里 我真心建议与其课金嘴臭口吐芬芳 还不如用这些钱买一把萌芽家的电动芽刷 瞬间变成精致女孩 网友时代旗下游戏的运营思路 跟渣渣会探玩懒月这一类 也有的运营思路是一致的 就是不停的开心服 然后挑起玩家之间的战争 光是iOS就有1200多个服务器 虽然我只玩了西飞Q传 但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了解下来 西飞传宫廷记的套路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画风上不一样而已 就是这样三款游戏 它们在2018年的流水分别是 西飞传4.43亿 西飞Q传6.92亿 宫廷记2.75亿软媒币 如果放在2018年的二次元手游排行榜里 都可以进前八名 西飞Q传流水是网易的 永恒的七日之多的两倍还多 略低于奇迹男的 19年底 网友时代又出了一款叫做 福生未清歌的游戏 3D建模变好了 画风变精美了 还加入了捏脸功能 说实话 我刚下完这款游戏 看到这个捏脸我是真实心动了 但是福生未清歌 依然继承了一整套 宫斗玩法的核心 极致简等的主线剧情走完之后 又变成了没完没了的私逼 众客吊得微客 微客吊得白嫖 然后不停的开心服务圈钱 这一类宫斗游戏如此火爆 也难怪游戏行业 会觉得女孩子的钱好赚了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家游戏公司 之所以会有这期视频 完全是因为玩友时代 作为主打女性向游戏的公司 在业界甚至是可以跟蝶纸齐名的 但是当我了解过他们家游戏之后 很明显的能感受到 两者的受众是不同的 玩友时代0202年 还用着十多年前运营业游的思路 掌嘴系统 东宫西宫系统 已经明显区别于 普通的竞技场排行榜 是在游戏里 故意挑起玩家之间的战争 并以此坐收余力 试想一下 如果闪耀男能把玩家分成两派 只有赢的那一派 才能拿到数值极高的闪卡 整个游戏会变成什么样子 玩友时代在商业上成功了 他不蠢 但是坏 新游戏浮射魏清歌画面精美了 看上去高大上了 但面对依然充满力气 撕逼和负能量的游戏内核 我也只能说一句 打扰了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 这种游戏居然都有人玩 但我还是想说 我们可以去指责游戏公司 没有给玩家以正确的引导 却不应该高高在上的 去质疑宫斗类手游的玩家 因为这种做法 跟那些张口就说 玩恋爱游戏都是脑残的人 本质上没有区别 或许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这款游戏真的能让一些人 在工作学习之余得到放松 也真的能成为 另外一些人的精神自脱 世界很大 每个人能接触到的世界都不同 这中间固然有审美的差异 反映着各自对世界不同的认知 但说穿了 无论是英雄联盟 还是王者荣耀 想要暖暖还是西非Q战 大家打开这些游戏 或社交软件 都是为了获取快乐 获取快乐这件事情 本身是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的 但我也真心希望 每一个女孩子 尤其是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小女孩们 即使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 也能得到正确的引导 也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二次元的虚拟世界需要正确引导 三次元世界自然也是如此 很多观众老爷还在用普通牙刷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大家没有体验过电动牙刷 电动牙刷不仅有舒适体贴的使用感 最重要的是它能保护口腔 预防蛀牙 说到蛀牙 去年被驾到牙科医院拔智齿的我 不仅想起了到年 躺在牙科病床上瑟瑟发抖的恐惧 蛀牙是一种细菌性疾病 会引起牙龄炎和骨炎 导致面部肿痛 还有很高的概率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用普通牙刷配美白牙膏的刷牙方式 就像五宝底抽卡一样 就连能不能起到结牙效果都要看缘分 预防蛀牙更是像大天王不存在的 但如果你使用电动牙刷 就相当于副本拿卡 只要花了钱就一定起得到效果 强于手动平均70倍的震动效率 可以赶跑口腔里的食物残渣 有效预防蛀牙 而如果你使用萌牙加新药电动牙刷 这款电动牙刷中的10JSP 那就是一步到位 是一次终身有效的超值投资 一次购买就能帮你解决牙疑红肿 蛀牙等口腔问题 五个模式还给你附带按摩 美白抛光等功能 点牙中带着清心 清心中透着帅气 帅气中藏着性感 性感里还有那么点甜美 其中敏感模式还能帮助牙医敏感的小伙伴们 适应过度 之后再换到清洁模式 护牙 结牙 预防蛀牙 三管齐下 牙齿上那些以前手动清除不了的黄点黑点 现在肉眼看都看不见了 牙缝也感受不到以前的那种异物感了 一次充电可使用90天的超长续航 都不需要时不时的操心了 相比之后治疗牙病上千上万的花费 和躺在牙科病床上瑟瑟发抖的恐惧 300软卖币可以说是相当划算 尤其是我们这样平时百事可口混着喝 奶茶零食不离手的林霄女孩 更是需要这样一把牙刷 在谈恋爱的同时永远保持精致 评论区有粉丝专属的超级优惠 快去领券购买吧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 你的关注和三连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